欢迎大家回来欣赏 台湾重座领域 感谢大家一举功 十九组跨领域艺术家 组成七大故事展区 以疗愈人心的精彩展品 展开这下听他说系列活动 首先映入眼帘的 有三妹堂创意木偶团队 稀有设计 裁装造型 偶艺与兵器 无一不讲究 甚至结合代表山 林 水 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共同来呈现 这次主题有想要表现那种 像基隆山那种山蓝的景致 就是说有山那种缥缈的感觉 它是用那种从种植蓝草开始 然后因为它完全不用 那种化学的定设计 所以说其实它的工序 要经过四十几道的一直洗 然后再上色洗再上色的手续 虽然说它是比较 它是很繁复的 而代表水的霓虹艺术 则出现在稀有的兵器 与场景的水面上 我们用玻璃的折射的方式 去做它这个湖泊的水样的那种感觉 所以要制作比较精细的 比如说像法杖那很精细的部分的话 在一般来讲 在这个工艺上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它的膨胀系数非常高 它非常容易破裂这样子 继续在展翅光 吸睛的还有金句之美 金句啊 金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表演艺术 它融合了舞蹈 文学 音乐 唱歌 然后有很多的武术 纵这个特技等等的 所以它不是用一个单一的角度去审美的 对所以它可以从你能够想象到的这些艺术元素 它都在里面 所以它的美是很有层次的 是很丰富的 所以在这个展区有分前台跟我的工作室 还有后台的部分 在前台的部分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体验这些道具 然后让大家觉得哇 我们看着演员表演这些东西很轻松 但其实背后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那工作室就是我个人在准备 不论是我演出 自己要演出 或者是帮这个体验的民众要化妆做准备的时候 我的一些工具 然后还有最后的一个后台 用一些文字还有一些物品 让大家了解我们的这个 例如说衣服啊 它的精致度 还有头饰的精致度 不同于金剧帐的表演艺术 静静端坐在旁的雕塑 则展现了简单而宁静的幸福感 陶作家林佳妮从不绘制草稿 从纪念累月的观察出发 透过陶的特性与直觉捏锁作品 在简单的色彩中呈现内心的宁静 与女性特有的安定幸福力量 而呈现幸福之感的 还有色彩缤纷的捏面人偶 捏面师黄云贤 自年幼 随着父亲四处摆摊捏面人 等到他接手后 更将捏面人与动画结合 作品发册还入围了金马奖 最佳动画短片奖 其中各式各样的屋子 象征人类的各种欲望 像探气屋的话 其实美好这里面 它每一栋房子都有它自己的意义 那探出里面它就是在讲 就是人类对于食欲这件事情 有点很难满足 有部分的人很难满足 就会一直吃一直吃 吃非常多东西 所以其实它在造型上 虽然很缤纷 但其实我们还是有做一点点 就是有一点点像口水啊 那种腐败的感觉 不同于人偶的缤纷顺利 展现宁静韧性 令草生活用品 来自苗栗院里平生六七十岁的 妈妈奶奶们 让人重新看见台湾海线传统记忆的创新 我后方的这个圆 其实是我们叫做做一天的圆 花一天的时间 那让它们去呈现 它们从大概七八岁到七八十岁 这几十年之间它们有学了技术 因为圆是很单纯的东西 反而从这个很单纯的造型里面 去看到它们从小蕴含的这些工艺能量 比如说文具类的铅笔盒等等 比较接触年轻人 再来就是包包 有跟帆布结合的 或是纯令草的包包 不同领域的工艺与艺术作品 以自己的方式展现自身魅力特质 每一个来参观的人 都会找到令你惊喜的创作 让你聆听这下的故事 记得甜妮梅之前刘家伟采访报导 好的 谢谢 敌打电视频 옆眼小泰考